而且更重要 今天在南京健康路真相 一根煤气管道被挖断了 导致200多户居民不能正常使用 看看 事情发生在上午9点半中 当时一家名为苏杰掩土的公司 正在健康路真相内实施钻孔作业 但打孔时却钻穿了地下的燃气管线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煤气味 由于小乡两侧商不林立 不少人店内还有明火 110名警级消防部门赶到后 一边用水枪稀释煤气浓度 一边迅速开展工作 请两侧商户配合关闭全部明火 明火不敢用了 一开始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这个桌上 它就那么紧落地下转转转的 会会就没起来 地下管线隶属于港华燃气公司 事发后半小时 港华燃气也派人赶到现场抢修 这根被挖断的燃气管线 被埋在地下约半米深 可以看出管道顶部 已经被钻头完全击穿 大量煤气正是从这里泄露出来的 目前的抢修人员已经对地面剖开 将受伤的管道给挖了出来 它是一根大约有碗口处的 这样一根PE管 为周边的几栋居民楼提供燃气 因为那个是民用器 所以它的管道不是很粗 压力也不是很大 才没有造成大密集的燃气喷发 而施工方在使用地质勘弹机 在地下的情况进行勘弹之前 并没有对燃气公司去交底 去查询地下的线路走向 因此才造成了这些事故 你这个不清楚的时候 那里还要进行一个探管 就是全发个央坑 看看管制哪个位置 然后你才开始进行这个施工 你本来忙不得 就是点到那边进去哪边进去 由于抢修废时较长 周围树状居民楼近200户居民 中午没有煤气可用 不少居民只好出门就餐 这起事故也再次提醒施工单位 道路开发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规定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从今天开始南京市燃管部门的组织燃气企业 对实际